各式各样造型奇特的多肉植物 不管是叶片、针刺还是绒毛都各有益处 士林关底新兰亭推出多肉植物展 共搜集了将近150种超过1000株的多肉植物 给人充满疗愈的感受 展览设计上除了品种展示之外 在展区中央特别用大型的多肉植物与柱状仙人掌 营造出沙漠景致 在个别科属的展区中则是应用橱窗设计 设计了月兔耳化中世界、大脊珂珊瑚海 还有可爱的组合盆栽 以及多肉餐桌、多肉市集等引人注目的作品 让民众细细观赏品尝多肉的小巧之美 公园处园艺管理所主任 吴文静表示 广义而言 拥有蓬大特化成除水组织的植物 则可称为多肉植物 多肉植物会有这么多奇特形状 是植物为了适应环境的演化结果 像是针刺 是要抵挡动物咬食 肥胖的叶片与身躯 则是能够储存水分 以准备在干燥时期 用来维持生命 多肉植物展在士林关底新兰亭 展出至8月21日 欢迎大小朋友一同前往展场 观赏有趣又可爱的多肉植物造型 感受多肉植物的猛虫魅力 公民记者陈一如台北市报导